一名救助者遇到一名受害者 他看到一个破碎的人 受害者觉得自己不能自救 恳求着治愈我 救助者说 我会治愈你的 然后救助者决定 自己必须对受害者或为受害者做些什么 而受害者成了他的救助的被动接受者 又或许救助者告诉受害者该做什么 他乖乖地遵从 由于受害者处于需要的状态 救助者处于满足这个需要的状态 两者之间的依赖性就会增加 没有被察觉的是 救助者实际上也在以受害者的需要为实 因此 两者都不会真的要受害者痊愈 因为这将结束这种互动 结果受害者并没有治愈 反而变得更加无能为力 成了更大的受害者 他的需求只不过是气球 到一定时候 救助者开始觉得受害者的需求太大 他应付不了了 不断地拯救他的工作 对他来说变得过于繁重 简而言之 救助者感觉自己被受害者过度需要 而成为受害者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 救助者开始从受害者那里 撤出自己的能量 导致受害者感受到来自救助者的伤害 这一切在混乱之中结束 每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受害者情节之中 相反 一位疗愈者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疗愈自己 所以当他看到另一个痛苦的人时 他知道自己正看着另一个正在受伤的自我 他可以评估是否应该去帮助这一个他我 而这个决定的主要判断标准之一 就是这个他我居于何处 是真的在寻求疗愈 还是截然相反的 是一个寻找救助者的受害者 如果疗愈者决定进行疗愈是正当的 那么疗愈者就开始相信 让我的客户知道如何疗愈自己是我的职责 疗愈者帮助他们的客户进行自我疗愈 帮助客户看到他不是一个受害者 实际上是他的困难的创造者 同时也是他自我疗愈的创造者 疗愈者提供信息 智慧或任何其他的分享 只有当客户愿意承认自己的痛苦或疾病的主权 以及自己疗愈的主权时 真正的疗愈才会发生 当疗愈结束时 客户被充能 并且更有可能在将来进行自我疗愈 他在各方面都更加的独立和强大 疗愈者也通过这个互动过程而扩展和疗愈了 这个互动以全面的成长和愈合结束 当疗愈者疗愈时 他所能提供的疗愈将会改变 他将以更高的能量水平工作 最终他将被完全治愈 而停止提供疗愈 并将完全停止居于分离之中 Z 我真的明白其中的区别了 谢谢你 每个人都是疗愈者吗 JD 是的 但不是你所想的意思 这里的每个人都分裂成了许多部分 这就是分离的本质 所以每个人都活在痛苦之中 为了离开分离 每个人都必须疗愈自己的灵魂 在自己内在找到完整性和一体性 最终每一个分离中的人都将自我疗愈 每个人将是他们自己的疗愈者 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内容 每一个灵魂都会闪耀自己的光芒 为自己创造一个又一个合一的时刻 把自己的所有部分都带回家 回到完整和整体 但是当你问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疗愈者时 这不是你所指的 你的意思是问 是否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疗愈者 如果我将在分离中的生活比喻为一个战场 我们可以立即看出 不同的人在战场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大多数人是战斗的士兵 而许多人则以各种方式支持士兵 信号员 工程师 厨师 运输和后勤 这些只是一个人可以选择的 无数任务的一小部分 在所有的职业中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战斗中 修复士兵的战地医生 以使他们能够继续战斗 这些疗愈者协助你处理你的痛苦 而你继续作为士兵 越来越深入的战斗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组织 就像你的专业一样 撤离医务人员 你提供的灵魂重整疗愈的方法 就是帮助那些终于准备好离开战场的人 完成撤离 找到属于这个部队的所有士兵 医治该部队的所有部分 以便他们随时可以看到 他们的指名灯 并寻着他回家 所以总结一下 所有人都是自我的疗愈者 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帮助他人疗愈 其中极少数的人 是能够帮助他人疗愈 以使他们完全离开分离的 正因为你是一位疗愈者 才能在疗愈的背景下 看到你的整个世界 你以为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你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也很好 但这不是唯一有效的观点 除了疗愈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 还有其他的礼物可以赠予 Z 完美 谢谢你 JD 现在你可以询问那些 在你头脑中积压已久的问题了 Z 你实在是太了解我了 我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场战斗 为什么会分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一直在表达一切都是一 真实不虚 一一决定把自己创造成许多部分 来探索关于自身的不同问题和想法 其中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是许多会怎样 随后这整个分离的现实应运而生 而我们正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用整个生命来实践这个探索的过程 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结果是我们最终将看到光明 并开始回归至完整和一体 但是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看到合一的光芒 以便我们可以再次回家 意义何在呢 如果我们仅仅是要再回归到来这里之前的样子 那一开始为什么要付出这样巨大的努力 并把自己置身于如此的痛苦之中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表达方式是 如果一一知道一切 那为什么一一要让自己穿过绞碎机 才能发现分离是什么样子 然后一切的目的只是在返回到一体之中呢 JD 有些事只能从限制 分裂和分离的状态中 得知和体会 所以 矛盾的是 为了让一体的存有们知道一切 他们也必须经历不合一 这个悖论的核心是 他们可以 而且确实经历了这种分离 但也同时仍处于一体之中 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 在他们的一体之内 创造不同程度的分离 水精灵的故事 为了帮助你理解这一点 我将以水为例 来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水是由化学式为H2O的分子组成的物质 假使我们有可能与一个水分子相遇并交谈 以得知它对于生命的看法 发挥你的想象力 我们随即选择一个这样的分子 可以在冬日场景中的一座高山上找到它 如果我们询问我们的新朋友在做什么 他可能会说 我在静静的安坐 与我周围所有其他的水分子朋友们紧密相拥着 我们一起形成了一个冰川 这是水分子在足够冷的情况下会做的事情 它们缓慢下来变得十分寂静 当它们这样做时 它们与周围的其他分子一起亲密的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金格 这就是冰 这就是它们如何保持相对静止并粘合在一起 直到被加热 接下来我们再一次遇到我们的小水分子 冬天过去了 春暖花开 冰川也被蓄暖的阳光照射 所有的水分子都被激活了 它们深深揽腰开始活动起来 最后 它们中的一些水分子由于太过活泼 而不能再维持 与其他水分子紧密相依的状态 它们从金格中挣脱 慢慢地流入了一条小溪 当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新朋友 问它在干什么时 它说 我正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冲下山坡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夏天来了 溪流汇入了一个大湖泊 炎炎夏日的阳光洒在水面上 湖面上的水分子被加热了一些 多余的能量使它们跳跃的更有活力 并以水蒸汽的形式从水面升腾 这时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报告说 我正在自由地漂泊 正在乘着微风飞走 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很可能会找到一个云 并加入它 然后终将冷却 并再次组成水滴 随风潜入液 润雾细无声 于是它会再次进行周期循环 现在你已经了解水分子了 你认为它的哪个阶段最像是一体的一部分 在冰川中保持寂静与安详 并与其他水分子保持连接 在溪流中涌动着并保持连接 还是自由自在 作为水蒸汽而充满活力 Z 我想是冰川吧 我想他会觉得自己与其他水分子的联系是最为密切的 而且他寂静而安详 JD 猜得不错 但不正确 可我不得不承认我耍赖了 恐怕这个问题有陷阱 这些水的状态都不像合一的经验 这三个状态都是做和分离的状态 在这三个阶段中 小分子仍然只是单一视角的存在 这与你目前的生活经验十分类似 比如像在水的冰态中一样 你或许会发现自己在做一些 让你与他人更加紧密和睦的事情 你可能会变得寂静和安详 你可能会内省和冥想 但是你仍然是一个个体 在经历着分离 即使你选择做一些更有活力和更有个性的事情 实际上也并不会对你作为单一视角的存在 有任何影响 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的水分子成为了云朵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单独的分子交谈 而是想象我们可以和整个云朵沟通 云朵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分子 多到数不清 甚至比你知道的最大的数字还要多 Z 超过一万亿吗 JD 根据我的估计 大概只要五到十个雨滴 就可能会有一万亿个水分子 而这片云蕴藏着一场暴风雨 所以不是的 远远远远超出一万亿 Z 哇塞 JD 没有开玩笑哦 所以说这朵云包含了巨量的水分子 每个水分子都有其独特的个体视角 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云知道 感受 思考 看到 记忆和体验 所有单个分子所做的一切 这朵云真正是所有分子在一起的集体 然而又不仅如此 他不仅知道所有分子共同知道什么 他知道的更多 他也知道什么是一朵云 他知道什么是知道 就在同一瞬间 知道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的所有小生命们 知道什么 这就是你可能会难以理解的东西 云朵不是一个有其他生命在它里面的存有 它是所有的小生命们 云朵是水分子们 它们也是云 没有分离 没有水分子也没有云朵 但是很简单 云朵远远超过其各部分的总和 想象一下 如果你现在可以同时思考 地球上每个人正在思考的所有想法 那对你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它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 扩大你的感知力和自我意识的能力 你绝不仅仅只是一个 比现在聪明70亿倍的人 你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秩序的存在 对于生命是什么和自我意味着什么 你将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你跟上我了吗 Z 哇 我想是的 JD 好的 那么现在呢 你认为云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吗 Z 听起来是这样 是的 JD 不 云朵确实知道什么是持有多种观点 这是真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知道真正的合一 例如 他不知道什么是海洋 但他也并不会只是略知一二 因为构成他的所有水分子们 都曾在他们的许多循环中的某一时刻 抵达过海洋 所以 云朵会开始感受到合一的本质 但他也将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化的意识 即便他还是有许多部分组成的 现在 我可以带你去寻访最伟大的水结构体 我们可以拜访一个被称为云精灵的存在 它由整个星球上所有的云朵组成 然后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并且拜访地球上所有形态的水组成的地球水之精灵 由于他们越来越高的意识水平和越来越多重的视角 这些存在们都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合一知识 意识越广大 他知道的他人就越多 沿途的某处 你会遇到一个接近我们称之为水精灵的存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 所有曾经存在的水 都是这个伟大存有的一部分 每一个水分子都仅仅是这个伟大存有意识中的一粒微尘 这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如果我们现在要问水之灵正在做什么 你觉得它会告诉我们什么 它会不会讲述冰冷的冰川 汹涌的洪流 巨大而慵懒的海洋 它会不会对我们讲述高耸的雷云 还是暴雨降雪或冰雹 还是每一个生物血脉中流淌的鲜血 如果整个行星都以某种方式完全由水组成的呢 你怎么看 Z 我实在无法想象 JD 我认为这个伟大的存有会往耳一笑 说 孩子 我超出了做的考虑范围 我是存在状态本身 而在当下我正作为水的状态而存在 在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知道什么是一的存在 虽然它仍然有一个身份和独特的性质 但这个存在不会误判自身 它并不以它所做的定义自己 它只是简单的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意识 它是生命 现在它正是水 但它也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无论在哪里 它与其他每一个存有都是一体的 万物一体 而在其意识之内 在这个现实中 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分离层面上 它曾体验过所有的行为状态 而具有绝对的知识 水之灵是完整和完成的 同时也全然地表达了这种分离的现实 Z 不来到这个分离的现实 水之灵不会知道成为一个水分子 一股蒸汽 或一条汹涌的洪流 等任何这样的存在 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JD 如果不进入分离中 水之灵就不会成为水之灵 在分离之外 并不存在水 这是一的部分 它只有来到这里 通过保持水的样子 才发现其独特而珍贵的礼物 这是多么丰富多彩 而多方面的体验啊 这真是个奇迹 这种体验的深奥程度 实在太深刻 太令人惊奇 而无法私存 Z 一个人不能真正地描述它 对吗 你实际上只能体验它 而体验它的唯一方式 就是到这里来 深入分离之中 JD 最后 你终于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要分离 因为它必须被经历 就这么简单 也如此令人费解 Z 所以我们并不是来这里疗愈的 我们不是为了离开这里 而来到这里 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寻找合一的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这一切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体验分离 JD 这听起来好像太愚蠢了 不是吗 我们进入分离来体验分离 Z 是的 那听起来很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故事讲大 比如水之灵的故事 JD 或者关于被称为喜悦介入者的神圣喜悦 Z 是的 我明白了 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奇特事件而来的 当我们要结束这里的体验时 我们将如何踏上归途 这才是奇特事件的真实含义 JD 几乎是正确的 本质上 你从一个合一的地方开始了你的旅程 随后你进入了分离和自己的片段 你越来越深入分离 直到你触碰到底部 这也被称为灵魂的暗夜 那时当你发现你不能再向分离的方向 再前进一步之时 这种深刻的痛苦是你停止选择分离 然后开始四处寻找其他可能的选择 除了会导致你留在痛苦的状态之中的所有其他选择 那就是真正开始疗愈你的灵魂的选择 重新整合你所有迷失的碎片的选择 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 追随自己的心灵 在你的内在之中找到一体性和完整性 当你选择这样 你就是选择了爱 你改变了你的方向 你停止了深入分离 并开始向合一移动 既然我们所说的光是合一的光 如果你持守这个选择 那么你将看到光明 你将会遭遇你的第一个奇特事件 紧接着 超越理解的范围 你就会知道你在回家的路上 若你持续到底 你将会进化成长和愈合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 你将会经历了解合一的额外时刻 额外的奇特事件 这将最终引领你恰好来到分离的边缘 在那里你将能够做出选择 并完全离开 Z 我想我明白了 谢谢 我一直在想的另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是2012呢 我曾经认为 我们都将被独角兽和精灵们拯救 在2012年底发放免费的棉花糖 并在全世界抛洒光尘 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 因为 因为我努力去看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所以 当我们开始重写这一章的时候 我希望你完全抛弃这个日期 并且说这实际上是不相干的 但你没有 你说这还是很重要的 你能解释一下吗 JD 这个问题完整的答案是非常复杂的 为了让你理解这一点 你必须确切地理解这个现实的维度是什么 意识的密度是什么 你必须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时间和空间 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有希望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是2012 Z 好的 但是 其实 我现在就需要这个信息 你告诉我的一切似乎总是返回到那些关键信息上 而现在我真的不觉得有办法可以绕过这些信息而继续探导下去 JD 那好吧 我们似乎已经进行到这个对话的尾声 看起来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 你就不能进入下一个话题了 所以 现在终于是时候了 你要与我们深受喜爱和尊重的灵魂伴侣8 开始官方对话 那么你可以着手你的下一章了 并给它附上标题 什么是真理 你可以开始建立与巴的沟通 它必须要和你分享一大堆真正重要的信息 以进一步培养你释放阻塞和恐惧的能力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当它准备好时 它会解释所有这些你很渴望得到的东西 当你最终理解空间和时间 维度和密度 那么你应该再次发问 为什么是2012 Z 太棒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我才能开始和巴对话 我们终于要在第八章这样做了 完美 JD 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亲爱的 Z 好的 非常感谢你 JD 与你对话真的是太棒了 前面这七章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谈话 我太爱你了 谢谢你 JD 完美 千万不要客气 Z 现在我要去和巴谈谈 第七章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